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借贷来分享利润 当时民族国家已经刚刚兴起 各国之间要打仗 政府所需要的钱很多 哪里有钱 那么想办法借 为谁借 为城市里的富裕的家族借钱 不借可以吗 不借不可以 不借不可以 所以法国国王菲利二世 他曾经欠下圣殿骑士团 一笔数额很大的款项 那国王借了钱不肯还债 怎么办呢 居然下令把所有的圣殿骑士的逮捕 并指控他们凡有宗教异端 秘密实行魔法等罪行 所以在法国国王通过这样的办法 使教皇宣布解散圣殿骑士团 从而完全摆脱了 他对于骑士团所欠下的债务 所以从这么情况来看 政府不肯投资 却分享工商业的利润 这也形成了阻碍 那么在这样的局面下 在如何对待工商业的所有权 和自由经营 自由贸易的问题上 欧洲各国的做法不很相同 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 搞得比较好的国家 是荷兰或者尼德兰 还有英国 尼德兰是个小国 先后受到伯根地公爵和查理五世 德国皇帝查理五世的间接通知 资源和能力都很有限 但是尼德兰有一个自己的政府 并且发展了比较先进的经济制度 使得这个小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 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 尼德兰首先是解决农业问题 在1500年左右 尼德兰废除了庄园制和农录制 这样就调动了和激发了 自由小农和租电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使得尼德兰的粮食有剩余 而且市场遍布各地 这就是我们所说尼德兰 就是后来的荷兰 尼德兰北部有七个省 尼德兰的七个省份 它是欧洲最多摆脱 人口增多物质不足 也就是我们说的 马尔萨斯现象的地区 尼德兰另一个问题 就是当粮食问题解决后 为了繁荣经济 那么就要降低运输的成本 所以尼德兰也是当地 当时少数几个 肯对运输业和道路 修筑道路进行投资的国家 政府规定 在市场经济方面 或者因素业方面 假如你有能够降低成本的 发明的话 你就可以申请发明权 得到法律的保护 那么还有个情况 就是尼德兰非常鼓励 人们去精双 对外国双人和有技术的工匠 来到这个国家 他就给予方便 并且还鼓励了自由竞争 不提倡行会 来控制生产和贸易 也不提倡垄断 贸易垄断 那么从这么些情况来看 但是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 已经感到了中世纪的 那个经济组织 是不行的 是过失的 人们已经在寻找各种方法 来建立新体制了 那么尼德兰当然比较成功了 所以尼德兰的双人 经常在布鲁日 安特韦普和阿姆斯特丹 举办大型的双贸会 使得买卖双方 可以在贸易会上直接谈判 在市场上 还通过出售 出示样品进行交易 同时有的时候 政府的法庭公正人 他就是为市场提供保证 这样有效地防止了双人的欺诈 尼德兰拥有一支 可以用来进行远洋贸易的舰队 因为用这个船来运 运费很低廉 不仅促进了本国的贸易 还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所以尼德兰有国际的马车夫这样的称呼 尼德兰可以和伦敦等地直接通航 这些有利的条件呢 促进了尼德兰经济的起飞 那么比较那个意大利 还有比较尼德兰呢 法国的市场却没有真正的开放 法国有法国呢 那个有很多那个地区性的 人为的限制 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和贸易中心 那里呢才有真正的市场 法国政府把全国分割为30个 互相隔离的市场区域 只有巴黎可以从各地进货 其他地方只能在附近进货 法国有许多城市 最大的是巴黎 然后意思就是鲁昂 里昂 马赛 那么这是大城市 中等城市有杜尔 布鲁瓦 还有奥尔良等 虽说里昂呢 它呢是对外贸易为主的城市 但是法国的市场呢 主要却是国内市场 外贸主要是酒玉米和衣服 外贸的双品呢 只在经济构成中的很小部分 特别是酒类 有99%的酒 是在法国国内消费掉的 由于法国地域交大 对贸易又一直进行限制 这就使得法国只重视 发展国内市场 忽略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对于国内市场 法国政府也通过专卖政策 进行重重限制 许多商品甚至一些农产品 都实行了专卖 贸易权控制在 垄断双人 行会和某些得到国家 国王 那个专卖许可的双人手里 这种政策 同法国国 法国的国王的短视行为有关 因为专卖政策的实行呢 就可以给政府带来直接的 稳定的收入 可观的收入 这是一种钱权交易 就是国王呢 把某些许可账 特许账 颁布给某些双人 那么双人呢 就给国家 国王呢 钱 这就是出卖买卖权 那么法国政府对市场问题呢 是很敏感的 但是中世纪的眼光呢 限制了法国的国王们 使他们只考虑如何连钱 如何得到钱 而交少考虑经济如何发展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呢 就使得市场经济 并没有在法国真正开展 使得法国在经济体制上 落合于英国 落合于意大利 也落合于尼德兰 现在我们要说它的第二个要素 那就是发展货币经济 那么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货币购买力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并不知道 在十五六世纪的欧洲 它的价格究竟是如何 在十五十六世纪啊 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 就出现一个货币短缺的现象 货币短缺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造成当时欧洲贵金族短缺的原因 是很多的 但其中主要就是对东方贸易的逆差 例如教会所需要的很多东西 它是向东方国家买的 而且必须是要用金银来支付的 这样就导致了金银从欧洲流到亚洲去 贵金族的不足 使得欧洲货币有了问题 也就是说欧洲的很多货币啊 它里面的贵金族的含量不足 另外货币本身也短缺 货币短缺的原因是经济体制的变化 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经济里面 盛行的是自然经济 交换经济很少 那么支付的方法 也是用牢役和食物来进行交换的 这样就不需要很多货币 那么现在搞了市场经济 那么当然要用货币来进行交换 那么作为支付手段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当然就出现货币短缺的现象 那么 所以到了15世纪后啊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那个欧洲双品的生产 农村还是城市啊 双品生产都迅速发展起来了 货币问题呢 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欧洲货币短缺还有另一个原因 那就当时货币呢 主要是用金银等那个贵金族来铸造的 纸币呢被认为不可靠 因为纸币呢 为各国民众普遍怀疑 原因就是政府的威信不高 无法通过发行纸币 来解决货币问题 然而你要用贵金族 用黄金白银来铸造货币 大家都认为是怎样 那你又没有那么多的金银 那么开始主要由国王 来铸造金银币 后来一些大贵族 必须要有很大的领地的那些贵族 还有城市 他也来铸造货币 那么还有教皇 还有一些德国的祖后 和意大利的那个城市 他们在支付贷款利息之后 的时候呢 也自己制造货币 这样一来 就把欧洲货币弄得十分的混乱 那么在1500年的时候啊 欧洲的主要流通货币呢 就分金银和合金铜三种 1543年 在德国的哈布斯堡皇朝控制下 控制下的尼德兰 尼德兰是归哈布斯堡皇朝控制的 尼德兰那个地方呢 首先出现了完全用铜来制造的货币 在此以前啊 欧洲货币都是用金币和银币来制造的 或者用金铜银那个加 那个那个合金来制造的 或者银和铜的合金来制造的 那么货币的价值呢 取决于它的重量 和它的含贵金族的重量 以及呢交换的汇率三个方面 交换力 那么硬币的实际价值 要高于它所含的金属成本 因为你说我这是多少钱 它往往里面含的贵金族 或者它的整个金属成本呢 要高过这个才行 因为要加上铸造式的火号 和开框的费用 所以在欧洲呢 往往是各种货币同时流通 各国政府也同意接受 某种责量好的外国货币 在本国流通 那么比较好的货币 第一就是英镑 英国用的是英镑 英镑是各个国家 当时比较常任的一种货币 英镑的起源呢 要追溯到加洛林时期 大概在公元800年 那个时期 一英镑 就是一镑银币的重量 一镑银币 一镑银币 正值240个便室的重量 所以当时是这么过了 所以英镑的镑 现在用的是金字 金字边旁 它和一个镑称的镑的镑 是很接近的 英镑就这么来的 那么贵金族的含量的逐步的减少 实际上就意味着货币的贬值 货币的真正实际价值 等于每帮金族铸造的货币数 与货币的面值之基 来除以实际所含贵金族的百分比 后得到的数目 那么英国的贵金族的货币 有金币和银币两种 金币呢 又分为亨利库斯 安格 罗斯和苏利伦几种 这叫金币 如果以那个英镑为衡量标准的话呢 那么金币 一个 一个金币 那个亨利库斯 它就等同于108个便室 一个金币 叫安格的金币呢 等于80便室 一个罗斯 相当于120个便室 和一苏为轮等于240个便室 就等于1英镑 所以假如是一金币的那个最好的金币的话呢 一个金币 苏为轮相当于一磅 英国的金币的含金量很高 通常是99%啊 通常那个含金量在99.48左右 这等于是纯金了 所以是英国最好的金币 那么 其次就是银币 在英国最流行的银币叫便室 其次叫做格鲁特和半便室 一个格鲁特等于四便室 所以英国的货币呢 可以很容易用便室来则算 这讲的是英国 在十五六世纪呢 法国 法国的贵金属货币也分金币银币两种 法国的主要金币 有苏雷和克郎两种 含金段是96.35% 一个法国的金币苏雷啊 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兑换 51个英国便室 一个法国的金币一克郎呢 可以兑换50个便室 所以法国的金币相当于50个便室左右 法国的银币由格鲁斯 克朗德 克朗和德米斯众 分别是4.22 1.41 0.7和0.12英国便室 所以银币就不值钱 法国的银币呢 它这个相当于什么 4.22 1.41 1.07 和0.12英国便室 最后一种银币 德米的质量很差 含银量只有8% 所以当时欧洲虽然有货币 还要看见货币里面的贵金族的含金量 德国有一种金币 名字叫做富罗林 德国一个富罗林金币呢 它等于英国的41个英国便室 哈布什华皇朝时期 控制尼德兰 它也租金币 在尼德兰银造的金币呢 有菲利的罗德林 托森 以及1500年发现的 菲利的福罗林星币等三种 最为著名 就是说菲利的罗德林 还有一种金币叫托森 还有一种菲利的福罗林 分别等于三十六 七十二 三十六个英国便室 也就是一个菲利的罗德林 等于三十六便室 一个托森金币呢 等于七十二个便室 一个菲利的福罗林 等于三十六个英国便室 那么流行于德国的银币有托森 斯托福 哥罗斯和考特四种 那么分别等于四点一二 一点八 一点三八 零点六九 和零点零六个英国便室 还有一个 德国还有一种重要的货币 叫做古尔顿 一个古尔顿呢 相当于一点四个英镑 约三百三十六个英国便室 所以我们读那个时候的书啊 说给你多少个古尔顿 古尔顿很之前 因为一个古尔顿 相当于一点四英镑 在十六世纪初的德国 一古尔顿可以买多少东西呢 一个古尔顿可以买十字机 或者五普舍的麦子 或者三十加仑的 一般品味的葡萄酒 当时拥有一百古尔顿以上的人呢 应该征税的财产的人呢 在德国就算是很富裕的人 因为它有一百古尔顿 年收入在五十古尔顿以下的德国家庭 被认为是贫穷家庭 所以那个古尔顿还是很自清 意大利的货币呢 它因城市而不同 弗洛伦沙在一二五二年起就铸造 弗洛伦沙的弗洛林金币 弗洛伦沙的弗洛林金币呢 它在一五零零年之后 它等同于五十五个英国便士 而在那个威尼斯呢 在一二八十年起铸造一种金币 叫杜加特 在一五零零年的时候呢 一个威尼斯的杜加特呢 相当于五十五个英国便士 所以它和弗洛伦沙的弗洛林金币 是一样的 得值五十五个英国便士 那奈亚也是意大利的一个城邦 它呢铸造一种金币 这名字叫做戈洛伦沙金币 它在一五零零年的时候呢 一个那个戈洛伦沙价值呢 也是五十五英国便士 所以呢我们从意大利的那个金币来看呢 尽管它是不懂城邦铸造的 它兑换英国的货币的时候呢 一般一个金币 得等同于五十五个便士 西班牙也铸造金币 它的名称叫油币 西班牙铸造金币呢 相当于五十八个便士 阿拉公 西班牙的阿拉公的金币呢 名称也叫弗洛林 一个西班牙铸造的 阿拉公铸造的弗洛林金币呢 它相当于英国的四十个便士 而葡萄牙的金币呢 为克鲁查多 在一五零年时呢 一个克鲁查多 相当于五十八个便士 所以当时我们这样就 有个粗略的概念 当时一个金币啊 相当于四十到五十 这样一个便士 这样一个相当的数量 再接下来呢 我们考虑一下 那个货币的实际购买 购买力 你比方说一个英国的安格 一个英国的安格呢 就是八十个便士 八十个便士 它可以买什么东西呢 八十个便士是多少英镑啊 一个英镑是两百四十个便士 那么应该说呢 就是三分之一镑 三分之一个英镑 八十便士 它可以买什么东西呢 它可以买四十七点零六升 来英出的红葡萄酒 还可以 或者呢 它可以买三十九公斤的白拖 就是买到 或者呢 它可以买 买那个四百六十三点六八升的小麦 三分之一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